你拿走嗎,我幫你拿走 那個面子,面子 欸,不能按耶 對,不能按,那你幫我按 哈囉,今天來分享一下這個畫畫給我的十個寶物 然後今天我很幸運就是帶了一些禮物來給大家 然後麻煩等一下沒有拿了一定要跟他拿一下 下一張 我早期是靠這個 MSN表情符號 開始發跡的 所以就是,下一張 所以你如果有用過MSN的話應該有看過這些表情符號 好 我很感謝這個畫畫,畫畫讓我 學會一種語言 我們有時候比這個姿勢是什麼 就是讚嘛,這是一種肢體語言 然後畫畫讓我學會一種圖像語言 我不用講話,我不用做什麼動作 你就知道我是開心還是笑 我就可以傳這個表情符號給你嘛 所以我很感謝畫畫 然後如果你們也想靠MSN表情 來讓增加你的人氣的話 很抱歉他昨天已經停掉了 下一張 後來我又在網路上畫一些自己的故事 有一次我老婆就買了一件褲子給我 然後我就覺得他是不是買錯褲子 因為穿起來很緊 我想說我不是穿M號他買M號幹嘛 他一定是誤會我 我以前是穿M號沒錯 結果一看時候才發現他買的是L號沒錯 就是因為我已經變胖我連L號都穿不下了 下一張 我很感謝這個畫畫 畫畫讓我可以記錄我的生活 有時候我回頭再看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 欸我這時候 竟然連M號連L號都穿不下去了 所以我很感謝畫畫 然後也因為畫這些故事呢 所以呢 就是我 那個部落格目前的人氣有400多萬 然後這個是我用PSDP上去的 不是啦開玩笑 這不是用影像軟體弄上去 這是真的 是400多萬的人氣啦 好下一張 因為有人氣呢 就有合作廠商來找你合作嘛 然後也是有一個蛋糕店的老闆 他就說 欸戰鬥毛先生 我喜歡你這個畫的獅子 你可不可以讓我 變成是我蛋糕上面的圖案 我想說哇 能夠變成蛋糕上面的圖案 都是巧虎或是 或是Hello Kitty 我能夠變成蛋糕上的圖案 真的太酷了 好蛋糕店老闆 就麻煩你拿去吧 我就做了這樣圖 然後就變這樣子 我想說老闆 你沒拍拍到欸 你這個是原創了吧 不用我授權啦 對 然後這是一個插曲啦 我覺得這個很好笑 下一張 後來也有出版社找我出了一本書 然後我覺得很幸運就是我的作品 變成了商品 然後並且被販賣 我覺得就是創作人一種感動嘛 就是你畫的東西有人可以買到 真的就是我感謝畫畫 讓我可以變成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的書賣了 先不講書賣了多少本好了 就是如果你的書在台灣賣了2000本以後呢 出版社就會頂著大拇指說 嘿哈囉 你跟那個你是暢銷作者 你跟余美人跟九把刀賣的銷量 其實都差不多一樣 他就會 你只要賣2000本就是暢銷作者喔 所以我算了一下 就是當你是暢銷作者 你拿的版稅可以拿到8% 然後你賣了3000本喔 比2000本還好 一本書大概賣250 你可以拿到的錢是6萬塊 一本書賣6萬塊好像也不少嘛 可是我們想想看一本書要花多久可以畫完 差不多要3個月吧 3萬6萬塊3個月畫完 為什麼不去7本打工 對不對 去7本打工還比較賺嘛 好下一張 我後來想想 這樣不行啊 我這樣會窮毒潦倒 我就去擺那個路邊攤 擺那個創意市集啦 然後我的人 帶了400萬的人氣 然後書賣了5000多本 我們來猜一下 我第一天去擺攤會賣多少錢 同學你說多少錢 隨便猜 快點我只剩4分鐘 5000 5000 2000好很好 只有250 而且是一個gay來買的 看到這個logo啊 大老遠就跑過來 真的嗎 真的嗎 在哪裡 我要買他的書找他簽名 他去廁所了他不在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不喜歡gay 只是說你太熱情了 我會害怕 對 所以說如果等一下要認識我 麻煩不要那麼熱情 謝謝 下一張 我發現一天賣250也是不行啊 這樣子還是會窮毒潰倒啊 所以我就把我漫畫裡面的人物的個性 欸 上一張 不好意思 把它萃取出來 就是 我裡面有紳士 淑女跟天才 再下一眼 然後 我的筆記本背面就變成色狼 惡女跟白痴 所以我在賣這個書的時候呢 如果你買這個白痴跟天才的表裡不一筆記本 我就會說你先從這邊從白痴開始寫 寫完就變天才 如果你送給朋友呢 叫他從天才開始寫 寫完他就變白痴 所以真的是表裡不一筆記本 送他筆記本還要變白痴 對 從此以後筆記本就賣得 欸 起碼還可以三餐溫飽啦 然後這是另外一個close獎 close獎之前是因為我接那個 7的案子 然後他們半夜2點還打電話來 要我改東西 我就想說 那我想做一隻close獎 把你們全部都關掉 我才可以下班 所以一開始我的說法 如果人家要買close獎 我會說 他是close獎 他專門在關門的 所以你買回家就會 關門 誰要買東西 誰要回家那個關門啊 對 然後人家都不買嘛 後來我就想到 好改變他的說法 好這就是 新的說法就是 大家好我是close獎 我就是跟大家都知道 我在便利商店上班 好 你的工作 老闆就說 你的工作就是負責關門 只要關號門 就可以下班了 close獎也說 好這是我的工作 我一定會盡力做好的 然後上班第一天 想起20小時又不關 那就根本不能下班啊 就超悶的 所以他悶的表情是這麼來的 所以也讓 這套說法就讓close獎 變成是最賣的商品 下一個 我也很感謝這個畫畫 畫畫讓我在賣東西的這個過程 讓我跌倒 然後也讓我學習到說 產品一定要 那不是只有人氣不代表買氣 所以同學以後在做東西的時候記得就是 一定要讓產品本身有趣味性 然後這個是左邊這個是 卡比徐跟米奇麥 米奇麥看過了 卡比徐就是畫這個傻笑而已 如果大家有買過筆記本應該有看過 然後呢 卡比徐是 有一次我跟他去擺攤 然後那個隔壁在賣手工飾品 他就說最近景氣很不好 然後他一個月都賣不到3萬 然後我就跟那個老闆說 你看那一攤他每個月都賣30萬 老闆就說怎麼可能賣30萬 我說啊 我跟他同一個辦公室 他做他的我做我的 他每天8點就來上班 搞到晚上2點才回家 然後我有時候12點就去睡覺 我還覺得很慚愧 這麼努力的人 一個月30萬不應該嗎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認識他很開心 那是米奇麥 米奇麥剛剛介紹夠多了嘛 這已經知道他的東西了 然後他不用靠 他不靠草稿 就可以直接在一本書上 畫出這麼偉的圖喔 龍啊 跟他的姿勢 對很厲害 都不用草稿 直接畫 我覺得啊 米奇麥 他就是之前已經畫這麼厲害 五年前 他還沒去日本的時候 那我覺得 他那時候又跟我說他去日本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那麼厲害 你應該是去那邊當老師吧 他就說 我想從基礎開始達起 因為我其實沒有學過任何的那個 漫畫基礎 那我覺得米奇麥讓我學到就是 學無止盡啊 就在他這句話 身上發聲 那我們看他在日本 學的情形 多讚啊 都是跟美女 多開心 對不對 然後我感謝畫畫 畫畫讓我得到那個 志同道合的朋友 老實說如果我沒有畫畫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跟他認識耶 認識這麼強大的朋友 所以我真的很謝謝畫畫畫 讓我得到這個朋友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曾經跟我買過一個 一個筆記本的女生 她就問我說 你那邊要來香港賣你的東西啊 我想說好啊 就去啊 然後我就去那邊了 這是 XL 有看過死亡筆記本 就知道裡面有個L 吃太多就變胖變個XL 然後去香港的時候 其實賣的還也算不錯 就是機票其實都有打平啊 然後呢我就覺得 很感謝畫畫 畫畫可以讓我去旅行 而且機票還幫我出 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謝畫畫 然後這個是蕭青陽 蕭青陽是入圍 用CD後面入圍四次葛萊梅的一個設計師 然後有一次我就問蕭大哥說 蕭大哥 怎麼樣才可以像你這樣子入圍葛萊梅啊 他就回我說 玩玩嘛 我覺得他的玩啊 不是說他很厲害 所以玩玩就可以進去葛萊梅了 他就像我把那些產品弄成好玩 所以人家就會買你的單 所以我也是 很謝謝畫畫 畫畫可以讓我 其實我的偶像就是他 讓我可以遇到他 還可以跟他喝酒多開心啊 然後後來呢 我又送了兩本這個超真少年 給蕭大哥就是 就是我跟米奇曼的交換日記嘛 然後蕭大哥就跟我說 你們兩個男生 是不是怎麼樣 我就想說 沒有沒有蕭大哥 你誤會我們沒有怎麼樣 我們只是畫交換日記而已 這是我兒子 首先我們不要懷疑他 跟我有沒有血緣關係 因為我自己也很懷疑 對 有一次他就把那個iPad摔壞了 我就跟他 他就在那邊無所謂摔壞又沒關係 然後我就跟他說 他不是摔壞 他是死掉了 他以後都不會活過來了 他這時候才很認真的這樣子 跑過去跟他說 iPad對不起 我把你害死了 對不起 他在那邊哭得很認真 然後我在那邊 旁邊快笑死了 然後我就是感謝這個畫畫 畫畫可以讓我紀錄 我兒子的生活 即便我明天就出車或死掉了 他五年後看到這些對話 他還可以知道說 這時候他把他爸的iPad摔壞 然後他爸在旁邊笑他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也很謝謝畫畫 旁邊幫我關電電一下 謝謝 然後呢 這時候要講我爸就是 如果我對我兒子的爸是80分的話 我爸對我的愛就是 我對我兒子的愛是80分 我爸對我的愛就是 負80分 因為我的記憶裡面 沒有他陪我去玩這件事情 或是他陪我做過什麼 所以其實我很討厭我爸 因為我的記憶裡面他就只有喝酒 然後我就用我的插畫做了下面這段影片給他 然後他已經開始了 好 我兒子 跟他有一個人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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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